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台北市优良公务员 对于有议员质疑蒋万安选前承诺将成立青年局选后却毫无进展 蒋万安受访时表示台北市政府已经在3月29号召开青年事务委员会 至于成立青年事务局的部分 预计最快6月就会成立筹备小组进行相关作业推动 我们上任之后对于相关青年政策的推动也一直都在进行 那也很早就规划确定今天3月29青年节 我们就会召开青年事务委员会来汇整相关的提案 那未来我们也很快的来将青年局相关的设计理念提报到市政会议来讨论 那预计可能最快我们6月份就会成立青年局的筹备工作小组 我想我们就会来进行相关的作业 选择在青年节召开青年事务委员会 贾文表示会议已会整了4个讨论提案 包括居住与文化等将请相关局处逐一说明因应 了解不管是居住还有文化等等各个层面 那我们的青年事务委员他们都有会整一些提案 等一下大概会有10个提案 然后会分别提出 然后我们也会请相关的局处来就这些提案做具体的回应 另外对于大家关注贾文的市政白皮书实施进度 贾文表示会定期追踪证件执行进度 也会定期公布在网路上供外界检视 也欢迎市民朋友提供建议 我们会将市政白皮书定期的上网公告 应该是说公开让大家来检视 我们也会定期公开我们相关进行的进度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提供建议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